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338集 永道里那些人和白发老人以及冲锋衣男子 距离不足十米的时候 白发老人直接把手电光给射了出去 永道之内一姓三人 两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一个和白发老人年纪差不多的挥袍老者 二人身体素质差不多 脑胎尽限 谁啊 三人里面一个身着皮夹克 面带恶向的男子低喝了一声 他身旁那个身穿棉服 长相温文尔雅的男人 眼神里也是充满了警惕 挥袍老头皮夹克男子 棉服男子的手电筒 齐齐地便投向了白发老人和冲锋衣男子 进到对面两人情况 三人也就没那么紧张了 显然 对面的一老一少 根本不是他们对手 三人淡定地到了两人面前 皮夹克男子嘴角上扬 眼神阴质地问道 你们也是来找真龙族的 冲锋衣男子看了看白发老头 白发老头 中气十足地说道 不错 有没有什么发现的 啊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哦 那能不能共享一下呀 白发老头看了看对方没有说话 中风一男子 看他大伯并没有说话的意思 他也就没有说话 皮夹克男子再度说道 说出来 我们可以饶你们一命 如果不说 马上送你们上路 鱼子同时 从腰里面摸出了一把匕首 我可不是被吓大的 少在这里拿把破刀吓唬我 白发老头不懈地看了看皮夹克 然后接着说道 我们如果死了 你们也休想得到线索 来吧 动手啊 说完这话 白发老头闭上了眼睛 一副求死的模样 中风一男子急忙配合他大伯演戏 也是闭上了眼睛 慷慨拂死 其实 此刻中风一男子心里面慌得很呢 后背早就已经湿透了 真不知道 他大伯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妈的 敬酒不知吃法酒 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们呢 不就是线索吗 你们能找到 老子也能找到 是吗 那你们试试看好了 试试就试试 皮夹克男子冷哼一声 扬起手中匕首 便朝着白发老者走了过来 慢着 就在这时 挥炮老头的声音响起了 此话一出 皮夹克男子立刻便停下手来 回头望向了挥炮老者 师父 把匕首放下吧 师父 我让你放下 皮夹克男子无奈 只好把扬起的手 又放了下来 不过 他并没有把匕首放回腰间 握着匕首的手 反倒是握得更紧了 挥炮老者往前走了两步 开口说道 我们问你有没有发现线索 你立刻就回答发现了 痛快得很吗 听到这话 白发老头睁开了眼睛 回答道 不痛快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又不是你们的对手 这一回 挥炮老人没有再说话了 白发老头则继续说 配合你们 或许还有活路 哦 配合好啊 可既然是配合 我这位弟子 和颜悦色地问你们 你们为何不说呀 老哥哥呀 我们也是千辛万苦 才来了这里 真龙族却只有一个 我们配合你们得了真龙族 你们也不可能把真龙族破开来 分我们一半吧 这就意味着 我们就算是白忙活了 虽然我们想保命 但做这个决定也是颇为贱的 我就是顿了一顿 你那个徒弟立刻就炸了毛 要对我们两个人进行威胁 可我这个老头子 他偏偏是个匠种 最他妈烦的就是威胁 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 说完这话 白发老者把双臂还于胸前 满脸得意地说道 反正啊 我如果死了 你们很难能找到线索 回跑老头一听 眼皮子一跳 看了看白发老头 眼珠微转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误会 这都是误会 他一边说着 一边到了白发老头面前 轻轻地拍了拍白发老头的肩膀 你们这一片好意义 我们又怎么能辜负呢 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们绝无性命之忧 白发老头心中明白 话都说到这儿了 他如果再是不知收敛 那就是蹬鼻子上脸了 毕竟 他们是弱势的一方啊 老哥哥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夜莲 就尽全力地配合你们 但是有一事 还请老哥哥太太手啊 什么事啊 尽管说来 我们千辛万苦地过来 那是真的不想白忙活呀 真龙族嘛 我们就不和你们争了 他是希望 你们能给我们一些 别的东西 哦 这里除了真龙族之外 还有别的宝贝 宝贝嘛也算不上 就是对我们有点用处而已 白发老头说吧 皮夹克男子惊呼道 师父 您看呢 这儿有一只 巨大无比的玉龙冰残 灰宝老头顺着看过去 眼神里也是闪过了一抹惊讶 这里居然有这么大一个玉龙冰残 没错 没错没错 我们想要的就是这只玉龙冰残的 啊 那没问题 这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给你就是了 灰宝老头 灰宝老头答应得很痛快 灰宝男子看了看灰宝老头 没有说话 灰宝老头则继续问 啊 既然已经说好了 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你们发现的线索了吧 这是当然 你们知道白族龙文化吧 知道啊 白族龙文化远远流长 早在古时日 白族仙民式呛族群就已经存在了白龙的习俗 再加上受到楚夏族群的龙文化的影响 逐渐就变成了较强的白龙意识和重龙思想 白族里面存在着纹身的习俗 就是重龙摆龙思想的历史见证 你问我这个 意思是说 这里埋葬的真龙族和白族的龙文化有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